抓住舞台 世界是你的 U12世界杯小棒錦標賽 A組預賽看到日本出戰斐計 淘汰狼開賽火力全開 一局下深田木就送上了煙火秀 三類有人時一棒將小白球扛出右外野 兩分打點全雷打率先競爭 團隊單局七支安打有效串聯 很快把比數拉開到9比0領先 而比賽中發生小插曲 永田晃莊難抵南台灣太陽太熱情流鼻血 趕緊下場治療降溫 但是打線火力不受影響 特別是林木拓斗 二三兩局都敲出兩分全雷打 個人單場雙紅貢獻五分打點 帶領日本隊全場狂掃23支安打 最後以四局30比0提前勝出 有別於淘汰狼壓倒性勝出 B組這邊韓國和韋列瑞拉 則是打得糾結 雙方首局各得一分 二局上韓國投手杜東炫狀狂不穩 Alvarado把握一二雷友人 敲出中左外野之間的安打 讓球隊取得3比1領先 雖然前面是分 但自己的勝投自己救 下個半局杜東炫站上打擊區 立刻搬回顏面 適時的左外野安打幫助球隊填分數 隨後李泰伍也打穿中間防線送回兩位隊友 帶動韓國單局四分 比數超前為5比3 尾國小將拒絕低頭 三局上進仗一分後 五局上再靠著Fernandez挺身而出 這球打得響亮 一看就知道不用追啦 中外野Solo home run 成功把比數扳平5比5 只可惜關鍵時刻韓國更勝一籌 六局下最後反攻 普里森把握投手失頭球 大棒一揮將球送到中外野 確定出去囉 靠著這一發再建全雷打 炮太軍以6比武器走委內瑞拉 預賽收下了三連勝 YTV新聞綜合報導 新幹部開場 充製 每一句 利用 進行